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 健康好朋友 您乖 講到健康 腳是人體的第二個心臟 影響人體各種支撐的力道 而且也影響著血液循環 可是偏偏很多女孩子 是因為愛漂亮 穿了高跟鞋 或者穿了這一個鞋底 非常薄的鞋之後 就可能造成各式各樣的傷害 再來有一些人的工作 長期久站久坐之後 也有可能有各式各樣 對腳部的職業的傷害 那更麻煩的是 還有一些人 長期不只是鞋子穿得不好 走路的姿勢 站立的姿勢都有問題 那腳底腳一旦出了毛病之後 可能會引發身體各式各樣的疾病 怎麼樣健康來顧好我們的腳 待會兒這一集的健康 生活就會一一跟觀眾朋友 來分享 今天我們一起分享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 陳馨梅醫生 嗨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醫生好朋友 陳一芝醫生 嗨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醫生好朋友 曾青翔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急診科醫生好朋友 魏志偉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陳安琪老師 大家好 好 我先問一下阿芳老師 腳有沒有毛病 沒有 那你到錄影的時候 到今天為止 你錄影都這麼認真 穿尖頭 細跟 高跟鞋 導播我們看一下 阿芳老師是認真的 阿芳老師連坐在這裡 他只要錄影 跟你平常走路來是不一樣 走路你會有走路鞋 錄影工作 你真的會穿細跟尖頭 一定會換鞋 然後這麼多年 我穿高跟鞋的歷史 快30年了 對 然後呢 到現在都撐得住 挺得住 年輕的時候穿更高 有啦 年紀大了 稍微有節制一點點 然後就是穿這樣子的 你都沒有不舒服嗎 其實最瘋狂的時候 我有分享過 就是電視最瘋狂的時候 那時候有曾經一段時間是 關節炎 對 主體筋膜炎 主體筋膜炎加關節炎 然後還有就是長期久站 我的腳跟也有長骨刺的現象 但是基本上 因為我已經適應是 穿高跟鞋的那個角度 你反而 我看那個年輕人穿很平的 平底鞋 你知道我去來試穿 我就覺得我人好像要往後翻了 所以我是不適應的 你的腿跟身體的平衡 反而不適應平底鞋 對 完全不適應 然後那麼久以來 人家說穿高跟鞋 我們這麼多電視台的同事 女孩子穿高跟鞋都有 然後我就會看到 各式各樣什麼拇指外翻的 可是剛剛他們就看我的腳 我說我都沒有 那算厲害了 因為你穿這個是細根肩頭的 對 那安琪老師 安琪老師的腳 有沒有各式各樣的毛病 我就是左腳有這個主體筋膜炎 很嚴重嗎 之前有一陣子蠻嚴重的 所以我就穿了有鞋墊的 好了之後後來 就是這次暑假在美國休假回來 開始上課 又壞了 所以去美國休假她就會好 回台灣上課就好 那這樣算職業傷害 職業傷害 好 問一下陳一芝醫師 這個很多女孩子 穿鞋可能會引起各式各樣 腳的不舒服 腳的痛 那各種毛病 你們臨床上遇到很多 看到很多 其實像阿芳老師剛剛那個問題 我們就曾經遇過 她是空姐 她也是長時間需要穿比較高的鞋子 然後高跟鞋 然後她來的時候她也是說 她沒有辦法穿平底鞋 這種是為什麼 因為你長久習慣高跟鞋之後 你的小腿肌肉收縮 你的阿基里斯堅跟腱變得比較緊了 腿肌變得比較短了 所以變成說你不太習慣讓你的腳 是呈現90度的狀態 你的阿基里斯堅已經變緊了 你其實已經習慣上 要把腳跟抬高了 跟腱變緊了 所以就是跟腱變短 所以你沒有辦法穿平底鞋 那上次來找我那個空姐 她比較可憐 就是她不太能夠穿平底鞋 可是又因為她高跟鞋 然後又久站的一個職業因素 就是她又有足底筋膜炎 然後她 那你也知道高跟鞋穿了 其實前足的地方壓力比較大 她前面又痛 後面又痛 然後跟她說那你穿鞋墊穿平底鞋 她說沒辦法穿 因為一穿的話 她就覺得就像阿芳老師講的 她覺得好像要往後倒 她跟腱已經太短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一般來講 如果你鞋子穿的時候 你的楦頭選得不對 楦頭過窄 你可能去擠壓到 你的腳掌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可能指頭 從側面看起來 第一個圖我們看到垂狀子 所以垂狀子就整個凹起來 第二個我們看到的是 比較嚴重的像拇指外翻 外翻嚴重會翻成這樣 對 它會Cross over 它會重疊的 像這種其實說實話 這種就是大概沒有機會矯正 大概就是開刀一圖了 那足底筋膜炎 其實成因很多 很多人說我不穿高跟鞋 我也足底筋膜炎 對 我不穿高跟鞋 我也拇指外翻 所以其實慢慢現在 偏向一個理論 是在於你的足弓的支撐 夠不夠 所以拇指外翻 是不是也跟年紀有關 年紀有關 然後最主要是 其實我們都是有看到鞋子 鞋底 其實重點是我們的足弓 鞋墊 足弓 對 你有沒有支撐住 讓你的腳的施力有沒有被分散掉 所以你前足 你的足跟跟你的前面的大腳趾 都會有不同的力量的去施壓 那種變形是隨著年紀增加 慢慢出來的 對 其實像有種像高公主的 是公比較高的 這是先天的腳型就這樣 對 其實模型會比較誇張給大家看 對 那就是說你看它的力量 它的腳趾都整個彎起來了 有垂撞直了 那它的力量就會在前面跟後面 所以很多人在這個地方會長繭 對 那我們這個試劑圖裡面其實不只長繭 我們有很多病人會分不清什麼叫肌炎 什麼事 像這裡面其實還有點病毒油 病毒油就看起來上面 有一點一點黑黑的那種細粒狀 但是繭的話通常是一片 它久了下來它也是會痛 所以穿鞋子除了鞋子的楦頭 鞋子貼於腳面的這個選擇 它連帶都會影響到 我們這個大腳趾的部分 我們足弓的部分 我們足跟的部分 那醫生我就有一個疑惑 鞋子都是SOP的標準版型 可是如果照你的說法 每個人足弓的角度不一樣 那一般人如何去買到最適合自己的鞋子 一般挑鞋的原則 我們還是先看說每個人的腳的 楦頭寬是不一樣的 普遍來講東方人還是比較寬 所以其實東方人真的不太適合 西方的那個鞋的版型 對 這一種就很西方的尖頭的 這一種細長版型 對 西方他們人的腳型通常是比較長 他們的腳板的寬度其實沒有那麼的寬 對 所以我們東方人在選鞋的時候 注意就是你的炫頭的寬度 你不要去硬擠硬丁 不要硬擠太小的或者太尖的 對 那在鞋底的方面 就是如果鞋子就是格式化了 都是這個樣子 它鞋底就是平的 那你可以適當的加一些鞋墊 額外在內部加鞋墊 鞋墊的部分就是要有足弓的支撐 讓你的力量服貼 我現在聽懂這個邏輯了 加足弓是讓它這個施壓 跟受重的時候比較平均 它會有1 2 3點 它就不會像是你平平的時候 你就只有前面跟後面了對不對 你有足弓的服貼的話 你的力量被分散掉 你比較不會都是勢力在後跟 或勢力在前面 對 那更不用說隨著年紀增長 其實我們足弓的這個脂肪墊 那個口秀保護力量越來越少 所以有一些人年紀大了 才有足底筋箔炎 那個可能跟到了一定年紀的老化 也有關係 那剛剛講鞋子其實 會影響到足部的健康 鞋底太薄或者是 楦頭太窄的話 也有可能壓迫的是 足底的神經跟血管 沒有錯 在這裡要提醒 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聽到腳痛 腳底痛 大家都想到足力筋膜炎 肛結炎 肌肉的扭傷 拉傷 這就是一般的 但事實上在臨床上面 我們發現 這個神經的壓迫 這個足部很多神經的壓迫 事實上是滿常見的 比方說有些人會說 你這個腳跟很痛 那第一個你要想什麼 阿基斯健有問題 足力筋膜炎 真的只有這樣子嗎 沒有 其實我們這個腳部 像這個模型就有顯示 這紅色的部分是 這個足底的小的肌肉 事實上足底的小肌肉 會附著在我們的根骨上面 這樣它附著端點的地方 事實上都是一些 神經血管密集的地方 所以說其實那邊的疼痛 事實上是非常常發生的 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足部 後面是有很多肌肉 那這肌肉的走向 是會去支配我們這個 可能拇指動 或是我們這個腳趾手動 或是整個腳板的活動 那它的走向不是說 今天這邊 這一條走的外面 等一下就一樣排排外面走 不是喔 這條走外面 可能它等一下要支配的是拇指 它要穿下去走 它就插對啦 從這邊插到那邊去 那另外一條 它可能是要管那邊的 所以要從這邊插到那邊去 那中間就會交叉 那交叉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也會壓迫 這個很標潛的神經 所以在臨床上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所以這個要提醒大家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不要說腳痛 就覺得可能就是 很單純的問題 事實上也有蠻複雜的問題在裡面 對 就如果你的腳不舒服 要釐清到底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不過很大一部分 跟鞋子穿的案例很多 魏醫師就遇過 女孩子高跟鞋穿太久了 竟然還會搞到骨盆腔發炎 對 其實這是有研究所提出來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穿了高跟鞋之後 其實你的身體 其實都會自然呈現 一個比較優美的體態 例如說你穿了高跟鞋之後 你腳後跟往上抬之後 你會挺胸 你會縮腳腹 會踢臀 所以你整個人 雖然比例變得很優美 可是你身體的重心是往前壓的 你的肌肉就會做一些不正常的使力 例如說你的腹部 你的會員部的肌肉 和大腿的肌肉 其實它就會處在一個緊縮的狀態 所以其實會去影響到 我們的骨盆腔裡面的血液循環 所以有去研究 我們女性骨盆腔裡面的氣管是什麼 生殖泌尿系統 所以其實常常因為這樣子會造成 你容易尿失禁 甚至有些人會心慾下降 還有研究會指出你骨盆腔發炎的機會 也會比較高 像我在吉人就遇過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她穿高跟鞋去 shopping 那她出了那個精品店之後 其實那個精品店有個門檻出來 會有一個小斜坡 那斜坡很小 但是她沒有注意到 她一跨過去腳一站 重心步也就往前倒 那正常偶像劇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人來跟她供廚房 可是現實生活沒有那麼好康 她來的時候剛好是一個老阿伯在前面 結果她撞到了那個老先生之後 他們兩個就跌倒了 那女孩子她一個亮腔 她其實腳去扭傷 而且這種扭傷力量是蠻大的 所以大到什麼狀況 通常要復健很久 剛剛其實曾醫師有說 我們的竹槐附近 繞過很多的韌帶 對不對 她這樣一扭 她那個韌帶 把她的外懷給拉斷了 對 造成了骨頭的骨折 那這裡就算了 幫她公主抱的那個老先生 被她一撞跌坐在地上 她也造成那個大轉指尖骨折 就是大腿骨折骨折 所以他們兩個就被送來出診了 那我還遇過一個更有趣的 我們說高跟鞋 很少人會穿著高跟鞋去開車 因為我們踩油門其實很危險 你的那個主感其實是 跟正常的你的頂頂鞋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其實都會去預防 大家都習慣 就多放一個平底鞋在車子上面 對 但是我遇過一個年輕夫婦很有趣 他們去想買車 那買車一定是貨幣三家 會去試開 那他們去了某家車子的那個廠牌 他去開了那個車 其實開了很滿意 後來太太開 那太太因為身高不高 她不穿高跟鞋 她穿恨天高 她也是那個底也是滿高的 但是她不是那種細根 她想說這樣踩應該沒問題 沒想到他們在試乘的時候 遇到紅燈 她要去踩那個煞車的時候 她那個鞋底高卡在 她那個煞車下面那個縫隙 結果她踩不下去 所以沒有辦法煞車 不過還好因為 她是開人家的那個車 她不敢開太快 就只撞了前面兩台這樣子 對 所以本來要貨幣三家 後來就買了那一家這樣子 真的 所以穿高跟鞋開車真的危險 其實我在這邊補充一下 大家都覺得講高跟鞋高跟鞋 穿高跟鞋的時候會比較不穩 是因為它的根是比較細 有一種鞋叫卸型鞋 對 整塊都是木頭的 那種鞋你穿起來就覺得 好像比較穩 但是卸型鞋的問題是 它會改變你的下肢步態 你會好像踩到一個木板 那個敲敲板一樣 你會發現你穿卸型鞋走路的時候 那個腳跟的力量是更大的 所以我也遇過穿卸型鞋 足底筋膜炎的 因為你下次如果你有機會穿 女生穿卸型鞋走路的時候 你自己會發現 你改變了你的下肢步態 好像走起路來 比高跟鞋更難看的感覺 因為你會覺得你自己在 在一個敲敲板上面這樣滾啊滾啊 往前走 而且那一類卸型鞋如果前高 後高的話 一不小心跌倒 就是會扭得很嚴重的那一種 接下來阿楓老師就要來分享一個 健康抗發炎的好料理 剛剛講 足底很多毛病都是發炎 然後其實你講說 你這個腿部傷害最嚴重的時候 也是發炎 是啊 所以 今天我們企劃在尋找食材的時候 他就給我的一個意見 就是希望可以從很多人想說補膠原 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自己是台南人 我家裡最常吃的就是三百魚 是我認為是可以補膠原 很好的食材 是不是很多膠質 今天我蒸了2 4 5 5顆魚頭 我把它放在保鮮盒 然後加了白開水去電鍋 蒸了15分鐘到20分鐘 拿出來放涼 你看整盒 你看旁邊都是果凍 全部都是膠質 這個是虱目魚的果凍是不是 對 就是膠質 有沒有這麼誇張 你看 有沒有這麼誇張 你是不是有自己偷加什麼 沒有 我才5顆 太笨了 能塞也就是塞5顆 我就倒倒這樣子9分滿 電鍋蒸完 放涼了 冰起來它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魚的魚凍 對 然後再來就是魚皮 這兩者其實很簡單 好吃 我們很好吃 而且我沒有加任何調味料 什麼酒都沒有 你要用主具 矯正到正常 我都一定 大概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它最起碼 可以維持你的角度 不要更惡化 B群的其中幾個成分 它對放鬆肌肉很有幫助 它其實真的就是一道 那你魚頭買的時候 有一個前提 為什麼今天會紅紅的 是因為我買了 我怕會不新鮮 然後我趕快把它洗乾淨 放到冷凍庫 只要一經過冷凍之後 你們會看到 它的血紅素的反應就會變 不然它其實是很新鮮的 然後裡面的塞要把它洗乾淨 然後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把它往一個鍋子裡面 魚頭魚眼睛 有一些人是喜歡它的膠質的 阿芳老師今天天安分享的 這個是虱目魚頭 是要用滷的 今天是要鳳梨豆醬來滷魚頭 對 然後鳳梨豆醬會看到 這就是比較古早味 你要在家裡面用什麼硬丹龜 或者是我們煮鳳梨苦瓜雞 這樣子的一個黃豆板醬 然後加上鳳梨去做的一個醃漬物 好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辛香料 是我們一般煮魚會想說只要薑 但是要燒這個鳳梨豆醬魚頭 你一旦還要加上蒜頭 然後喜歡辣的朋友 你可以放一點點的辣味 然後魚頭沒有什麼油脂 你如果不放一點油 它燒起來會比較澀 所以我會在這裡面放一湯匙的油 這是什麼油 一般烹調嗎 一般的烹調的油 什麼玄米油 橄欖油 通通都可以 放一湯匙的米酒 米酒 對 然後再來 我們就直接放水 好 然後我今天還搭配了一點點 這個番茄粒 好 所以這個其實只要備好了食材 就可以讓它細火慢 對 就直接放上來 然後把鍋蓋蓋上來 好 來 我們開火 然後就直接讓它去做蹲煮的動作 然後等到它都完全滷到沸騰 基本上魚頭很快就熟 你轉個小火 滷個三五分鐘 就可以上桌吃 等會兒我們讓它慢慢滷 那今天我既然蒸好了這個 這個是事先滷好蒸好的嗎 就是只有蒸熟 我想要讓大家看到它 光是小小幾顆魚頭 可以讓你釋出多少的膠質 那今天我蒸了這一盒 我就不把它浪費掉 我要把它釋出到我的湯裡面來 好 好 所以這個是簡單蒸熟的魚頭 對 那如果只是單純要吃原味的魚頭 其實簡單蒸熟 這樣子也是非常好的 你也可以一鍋清水 就把它買很新鮮 你買它10顆 花你50塊錢 然後就直接回來 煮一鍋魚湯 放個薑絲 好好吃魚頭的鮮美 然後等會兒 千萬記得就把那些魚凍 通通把它那個魚湯喝掉 那就是可以補到很豐富的膠質 然後你可以看到現在 本來它都黏在一起 到現在還黏在一起 然後我們讓它化開 稍微化開 它就把所有的膠質 貢獻到我的湯頭裡面 這一鍋就是膠原蛋白魚湯 對 膠原蛋白魚湯 然後有了它 我們就可以來煮一鍋好粥 好 那我們今天還準備的 就是虱目魚的魚片 是 然後我在這裡面 也加了一個比較豐富 在台南虱目魚粥是比較簡單 它就是米飯 湯水 魚 然後比較沒有放這麼多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家 是可以煮得豐富一點 所以我今天泡了一點點的香菇 好 再來我們放一點超米飯 好 所以我們這個魚湯 跟超米飯跟香菇可以一起下 對 好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我今天帶了一整盤 看到魚皮 對 對 魚皮 虱目魚皮 對 然後現在我們就可以把 今天很豐富的這個魚皮 然後這個魚皮有滿滿的膠質 然後它很快 湯水一滾 因為魚皮很薄 就是它很薄 那所以它也會熟得快 很熟 很快 然後我們邊做調味的時候 我把一部分的 我今天也加了在植物裡面 我們蔬菜裡面 你會有膠原的 會有膠質的豆夾 那個夾殼的部分 它就會有那個膠質 那我們今天我放進來 好 這個是甜豆夾 甜豆夾 對 讓它增加一點蔬菜 然後也有膠質 好香喔 我倒是一香了 已經在豆凍了 好 然後再來 我們調一點點的魚露 好 那這樣也有一點鹹度 鹹度 鹹度 對 然後我們煮魚湯的時候 擺薑絲 會有清香的味道 可是當你拿來煮粥的時候 那個米飯的味道 會壓過薑絲 所以在台南煮魚粥的時候 並不放薑絲 放的是蒜頭酥 這很重要 這個是阿芳老師排 自製蒜頭酥 就是蒜末把它炸成酥 對 然後這樣一鍋粥 然後最重要 胡椒粉 好 胡椒粉 還有一點芹菜跟香菜末 對 然後 白胡椒一定要加 白胡椒放上來 放上來 然後只要湯水一滾 因為魚皮很容易就熟了 湯水一滾 我們最後把香菜跟芹菜末 把它適當的放進來 或者是你放在你的湯丸裡面 你打上粥的時候 直接放上去提香 像是這一鍋魚粥 你可以看到它就整個就好 那我們同時間來看一下這一鍋 剛剛蒜末的這個鳳梨豆醬魚頭 對 它整個的感受 你就會看到它沸騰 沸騰了 對 然後 魚肉是熟得快的 魚頭也是熟得快的 因為你裡面的那個塞 魚炸 都已經把它清乾淨了 然後你會看到 那個整個的膠質 完全就是骨髒上來 等會就是慢慢的 它有這些湯汁 我們放進來 然後加一點點的蔥段 它有去腥的效果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來試吃了 我也是台南人 可是我覺得你做得比 這個我在台南吃到的 虱目魚之後更好吃 因為它其實 我覺得滿驚訝的是 它裡頭完全沒有加漿 可是它完全一點腥味都沒有 而且還會散 反的散發出一種香味 所以在現在攝影棚很冷的時候 吃這個真的感覺 很舒服 好溫暖 我一定要講一下 其實這一道料理 你剛剛在做的時候 我心中在想 它其實真的就是一道 顧膝蓋 顧腳的好料理 因為它有三大元素 這三大元素 對於一些很容易肩頸酸痛 腰部酸痛 腳痛的人 都很有幫助 那三大元素 第一個Omega-3 虱目魚本身就是一個 Omega-3很豐富的一種魚類 那尤其是包括眼睛的 眼眶周圍 還有剛剛我們魚頭裡頭的 這些位置 它其實本身的 這個膠原蛋白也很多 所以第二個就是膠原蛋白 我們知道其實以形補形 很多人會吃雞爪或是豬腳 原因是要補它的軟骨組織 那我們很多的關節的疼痛 其實有些時候是軟骨組織 也一起磨損了 所以同時補充是相當好的 第三個其實大家並不知道 就是維他命B 我們裡頭的糙米 糙米其實維他命B的含量就很高 尤其當它組成這個 我們說粥的時候 因為其實糙米的這個B群 它是溶於水的 所以這時候其實我也建議 大家把那個湯一起喝掉 因為它其實很多的B群 是溶在這個水裡頭 那你說B到底對 我剛剛講的 奇怪前兩個好像都比較有關聯性 為什麼B群會有關 因為其實B群的其中幾個成分 它對放鬆肌肉很有幫助 我們很多的疼痛 其實並不是真的關節跟關節 已經骨折了 或者是破了 而是它附近的這個韌帶組織 它被拉扯著 那為什麼拉扯 因為肌肉過度緊繃 所以可能搞不好是韌帶發炎 或者搞不好是肌肉肌腱發炎 對 所以這時候它其實 因為一般的人 他其實沒有辦法 很像我們醫生 我們可以用暗的 我們可以用問診 可以用檢查 去做確定它到底是骨頭問題 韌帶問題 肌肉問題 神經問題 這個時候其實像剛剛那一碗 虱目魚粥 就是糙米粥的 這一整個料理裡頭 它大概就把我們所有 可以去瓦解我們的一些 肩頸疼痛或身體疼痛的問題 做一個處理 那我一定要講一下說 其實我們大家對鞋子 都直接聯想到 就是痛這個字 其實它有時候會造成一些 很特殊的困擾 我之前 其實因為我的門診加一科 所以我們很多千奇百怪的病 會來找我們 有一次有個小女生來 她的臉就是寫著 我身重病 然後她來的時候 我就說奇怪 你那麼年輕要來幹嘛 她就說 我想要檢查 我免疫力有沒有問題 我就說為什麼想檢查 你是手腳有長什麼疹子 她說手到沒有 但我腳上長疹子 她就把她的鞋子脫下來 她的腳在這一塊地方 出了一大片咖啡色的斑 她就說這一塊斑 大概是從三個月開始 就慢慢的一直有 現在顏色越來越深 那因為她上網去查資料 現在網路太發達 她一查資料之後 她就糟糕 好像有這個斑 而且還一直這樣出現 好像不太妙 好像跟免疫有關 所以她想做檢查 我一看那個斑 又聽那個症狀 我覺得不太對 我就再去問她 我說那你發生這件事情之前 我就請她想想看有什麼事情 後來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是她有一次 在這三個月前的時候 她有一天可能就像是 走路或什麼之類怪的 因為她那怪的不重 所以她就是去鐵打師傅那裡 去給她做按摩 其實按摩完之後 因為我當時會這樣問 是因為她其實走進來的角度 腳的角度仍然是不對的 她之後因為這個腳可能扭到 她會帶長的 把她的腳往外稍微去靠一下 因為做往外動作 她可以這個地方的支撐 就不會用到我們腳的內懷的力量 結果我們女孩子穿的鞋子 是相對下比較薄 尤其是有一些鞋子的 這個CPU的材質的 她長期在這邊做摩擦 所以我就請她幫我拍她家裡 很多她穿鞋子的樣子 果然 她其實就是在她本來穿鞋子 如果你是踩平 往外一點點 就是在剛剛好她的那個位置 摩擦的位置 對 後來我就請她說 那請你這一陣子 都不要穿這種非常薄的鞋子 而是換一個比較寬鬆的鞋子 再弄解像是可以代謝這個色素的 她一個月就好了 她就覺得 我竟然沒有風濕免疫的問題了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 自己嚇自己了 但是的確我覺得鞋子 或者是腳型 或者是我們腳穿鞋子的習慣 跟我們身體的很多疾病 都有關聯性 那文醫師 很多年輕人很迷一些名牌的 這個慢跑鞋 球鞋等等 也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後遺症 是啊 剛剛有提到穿高跟的 也可能會發生危險來看急診 現在連平底都有問題 其實慢跑鞋它有一個特色 我們穿慢跑鞋 我們要求它是它要輕 要夠柔軟 然後再來就是夠透氣 所以就衍生出了兩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說它對腳 其實它的保護力是不夠的 你受到一個外力的撞擊 或者是當你做一些 比較劇烈活動的時候 例如說你要做一些橫移 或是你在奔跑或衝的時候 你忽然做一個集挺的動作 其實對你的腳趾頭 也都是會有一些傷害的情形 再來就是它的鞋底 鞋底有時候因為為了要輕盈 為了要它的鞋底和鞋跟的 保護可能不夠 所以當我們在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它就沒有辦法 因為鞋底來吸收掉那些衝擊力 所以間接也會造成我們主體的 負擔和傷害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常常穿這樣的鞋子 會主體肌膜炎 不過這裡也不是說 慢跑鞋不好 因為慢跑其實應該用在對的地方 它就是用來慢跑和 就是你要做一些快軸等等 你是用這樣子的鞋子 可是我覺得 大學生有時候也會很神 或是你花了一個大錢 你買了一雙很漂亮的鞋子 你做什麼事都穿它 他可能穿慢跑鞋去打籃球 就會有運動傷害 對 那我就遇過一個大學生 他一雙慢跑鞋他穿了兩年 然後他真的捨不得換 那個鞋底幾乎也都要磨損掉 所以他常常阻底會痛 可是他也常備了止痛藥 結果就是阻底筋膜炎 所以他每次疼痛的時候 他就吃止痛藥 不舒服就吃止痛藥 直到有一次他來掛急診 是因為假日他痛到受不了 他怎麼痛 他其實連走路的時候 他那個痛他以前的經驗是 腳底是整片帶狀的疼痛 不舒服 可是他現在是一踩地 他會有一個很尖銳的疼痛點 而且那個疼痛是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忍受的 所以他來看急診 後來照了X光發現 他的腳掌骨產生了 硬力性骨折 就是那個硬力性骨跟一般的 那種外傷那種骨折 你會錯位或是不太一樣的 他就是因為你過度使用 還有他力量過度的承受之後 造成骨頭的裂痕 所以骨折是非常疼痛的 所以其實你選了不適當的鞋子 或用不適當的鞋子 做了不適當的活動 其實也會產生問題的 而且陳醫師 好像如果你的鞋子的鞋底 磨不同部位 其實也看得出你的毛病在哪裡 我們會以往覺得說 你磨外側是不是你的腳型 就是外側壓力比較大 其實錯 我剛有提到 它是一個代償相反的 就像我們主持人是有拇指外翻 所以你會發現 你的相對側 你的後跟的外側 是磨得比較多的 所以就是說當你真的是磨外側的人 其實你可能是你的 因為你的力量是比較屬於在外側 所以你會在走路的時候 你會想要把它往內去旋轉掉 總之就是你會幫你磨的地方 跟你的腳型其實會是相反 那其實像還有人說什麼 腳趾處會磨 那代表你鞋底太薄了啦 太薄了 那你的腳掌的力量 又超過於你可能選鞋的鞋底 所能支撐的地方 所以你磨的時候 甚至有人會看到 那個腳趾硬的磨損的痕跡 那你注意選鞋的size 然後還有鞋底是不是太薄 在大拇指外側的磨損 你會以為 那是不是拇指外翻的人會磨大拇指 其實不是喔 大拇指外翻的人 並不是磨大拇指的位置 這也是一個代償性的 它應該是屬於變形的在外側 所以它的力量想要用內側來調 所以它會磨內側 其實是一個簡單的看法 其實我之前曾經遇過正門診 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 小朋友的扁平足 這個東西一直是一個非常大議題 而且常常被問 從2歲就開始為要冒穿矯正鞋墊 然後從6歲 10歲到18歲 到了28歲 大概為要冒穿矯正鞋墊 這個每個人的腳型 在不同的年紀 它有不同的發展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測一下大家的腳底的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有一位企劃同仁 他是扁形的扁平足 這個醫生就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對 大家看 這個東西就是在我常常發現門診 不管是小朋友來看 或是大人 腳有什麼問題我通常請他先站上來 其實他真的很明顯 竹工比較平 所以這個就是扁形的扁平足 大家應該有看過正常的腳型 大概就是上頭比較寬 然後下面比較寬 中間會有個缺損 它的缺損其實比較少 所以他是比較接近扁平足的一個狀態 那扁平足有什麼影響 你會久站就有傷害不舒服嗎 一般來講扁平足的人 他還是可以活動 對 他還是可以運動 但是扁平足的人 他比較不耐潮 就是說有時候爸爸媽媽帶來說 為什麼10歲小朋友帶來就說 好像每次帶出去玩一玩 他就很容易說他腳累 你要想扁平足的人 因為他的足弓內側 是比較塌陷的 他的腳是有點內旋 內旋的問題的話 所以他會用不正常比較費力的方式 去走路去運動 他的腳就比較容易疲累 所以他們就不耐戰 所以以前才會有兵役的一個條件出來說 如果你有扁平足 你就可以不用當兵 對 因為你可能不耐戰不耐操這樣子 近幾年的條件有越來越嚴苛的趨勢 醫師也要跟我們的另外一個model分享一下 就是也跟觀眾朋友分享 比較一般正常的足弓 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當然你就會看到中間這一塊 缺損比較多 對 他的那個缺損 可以看到皮膚的部分是相對比較多的 對 那這樣的足弓的弧度 就是比較接近一般的多數的狀況 大多數是這樣 那我孩子曾經有遇過 只看得到前面跟後面 中間根本沒有任何連結的 很高 那他支撐怎麼辦 他這種人就好容易拇指外翻 好容易足底筋膜炎 他的力量通通都在前面跟後面 因為足弓太高的關係 對 那有一些女孩子說高跟鞋穿久了 足弓也會高 是真的嗎 因為我們的腳在高跟鞋裡面 他為了要hold住那個力量 我們腳會往前滑 所以我們的足弓會很不自覺的 攻高一點 然後想要去hold住那個鞋子 hold住自己的重心 所以很多女生 她可能天生本來就有點高公足 然後再來又長期穿高跟鞋 那個高公足會越來越明顯 就會產生我剛剛講的只有前後有壓力 難怪這樣子 他的腳的這個狀況跟濕力 跟這個負荷的重量 就容易有各式各樣的毛病 或者發炎的狀況 好 謝謝陳醫師 接下來安晴老師也要分享一個 健康抗發炎的好料理 好 這邊今天我來做一個橙汁雞腿 因為現在馬上柳橙的季節到了 這個雞腿我們通常買回家之後 在自己切幾個刀口 去了骨是請店家去了骨 我們就切幾個刀口 讓它比較有刀口的話 它容易熟 那我就只有稍微用了一點鹽 把它醃一下 因為今天我用的是橙汁 是柳橙的口味 我不喜歡給它太複雜的調味 點點油來帶這個雞皮 當然有的人說不用帶 不用油 但是我覺得有油煎一下 這個雞皮比較香 好 這個叫做交叉症候群 腰部會疼痛來找 所以你就給它檢查一下 腰部都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看看它的腳 原來你的腳 問題出來你的腳傷 所以問題在腳 可是痛點在腰 它可以幫助我們抗氧化抗發炎 一個叫做多分類 一個叫做類黃痛 它對於一些微發炎的狀態 可能就可以有一點機會 去做逆轉的動作 我們來一點點麵粉 好 我們在皮的部分 稍微撒一點麵粉 撒麵粉的邏輯 是讓它皮比較待會脆是不是 對 而且容易上色 脆口比較脆皮 而且有麵粉它比較香 比較香一點 通常在家裡面 大概一個雞腿去了骨頭的 我們需要煎到差不多有6分鐘 把它這個雞皮麵煎一煎 大概4分鐘 反麵之後再煎一個2分鐘 然後我們就做了 放在我們的醬汁裡面來燒 今天這個醬汁裡面 我們也來一點點油 我這邊先是用洋蔥來爆香 今天老師要分享的是橙汁腿排 所以準備的橙是 新鮮的柳橙汁 那還可以有這個柳橙切丁 那這個醬汁稍微熱油 現在放下去鍋子內的是洋蔥切丁 對 那如果說做咖哩口味的 我就會放一點大蒜來切丁 那因為柳橙比較清爽 所以我們就不放大蒜了 好 那我們爆炒一下洋蔥 然後就來洋菇 來 洋菇 洋菇也可以讓它炒香 然後來一些這個紅擠菇 好 那這個菇都可以讓它炒熟炒香 對 好 炒香同時請跳一下 陳新門醫師 剛剛這個安琪老師 挑了是秋冬是柳橙的季節 那實際上柑橘類的抗氧化的 抗發炎的能力也都滿好的 對 其實我們當然知道 所有的水果類它其實都含有一些 部分的維他命C 維他命C本身就是抗氧化抗發炎 不錯的一個東西 但是其實這些成類的東西 它有另外兩個主產 主要的主力成分 它可以幫助我們抗氧化抗發炎 一個叫做多酚類 一個叫做類黃酮 我們有很多研究發現說 這些東西它對於一些抗氧化 甚至保護心血管是有幫助的 所以像當我們有這些 抗氧化的東西的時候 它對於一些微發炎的狀態 可能就可以有一點機會去做 逆轉的動作 所以它其實在 比如說我們在料理 或者有些人不是用料理 他是直接吃這個柳橙 其實都是很鼓勵的一個方式 問一下陳一知醫師 剛剛講說拇指外翻的嚴重程度 是有差異的 醫師也要秀一下 有一圈很有名的案例是 許若萱好像為了拇指外翻開了刀 這裡頭很大的一個 觀眾朋友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自己的拇指合併起來的弧度 正常的輕度的中度的跟重度的 其實它的角度真的差很大 對 這個角度其實你真的要確診 還是需要照S光 很多病人就是說 他外觀看起來好像我大拇指不直 醫生就來問說 醫生我這拇指外翻 要怎麼辦 你知道我們現在拇指外翻 目前治療的概念 就是說治療的標準 我們還是比較建議在正常 正常當然不用治療 就是說輕度到中度這樣的 你可以用不管是用輔具 現在很多的輔具是 其他很容易買得到 市面上這種像這種橡膠類的 這個是輕度在用的 對 就是夾在大拇指跟食指中間 那我可不可以用使用者經驗 吐槽一下它 我覺得它沒什麼效 因為我用過很多種 我用過很多組 通常來的時候 阿嬤自己都會掏出來說 我已經用這個了 但是無效 對 再來就是說輔具類的 很多時候 這個是專業的 對 就是我們現在 很常會見到的是說 它是一體成型 然後讓你晚上的時候 睡到袋子去矯正的 但是很多病人反應 它戴不住 它好痛 所以現在就有 我知道它這個原廠 是從德國 德國它的專利的技術 是讓你的大拇指 這地方是可以活動的 所以你可以調一個 比較舒服的角度 對 而且就是你可以穿在鞋子裡面 很多人說它戴這個輔具 它沒有辦法穿鞋子 現在已經可以研發到 它非常的輕便 非常貼 然後非常透氣 不容易感染的材質 你如果不是原廠的話 或是說你是外面的一些 盜版貨的話 你這些材質的話 大概很容易壞掉 然後也容易會有一些細菌滋生 那我問你 這種矯正 可以讓輕度的拉回來正常嗎 因為你看你輕度是 拇指彎了15到25度 那可是正常是平的 是沒有那麼彎的 那矯正是可以把它的角度 矯正回來嗎 對 這也是我想要 跟大家澄清的觀念 就是說拇指外翻 基本上你要用輔具 矯正到正常 我都一定 大概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它最起碼 可以維持你的角度 不要更惡化 也許可以回來一點 對 但是你大概不要 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就覺得說我一定要回到正常 同一時間 我們安琪老師的腿排 果然焦香了 焦香了 把它麵粉的顏色就上色了 這邊我們把它炒一炒之後 我拿了三個柳橙 來 三個柳橙放下去 但是柳橙它味道比較淡 所以我們做菜的時候 還是需要用一點鹽 用一點糖來調味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雞腿排 給它放在這裡面來燒 所以我們的橙汁腿排 腿排煎得焦香之後 這個腿排肉的那一面 要放進橙汁裡頭燒 來燒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 因為這個剛剛煎的 大概已經有六分熟了 我們大概只需要 再有三分鐘就可以好了 讓它燒入味 對 讓它燒入味 所以我們這邊 可以來一點花椰菜 好 這個是小朋友 一定會喜歡的橙汁風味 對 然後最後我們這個橙汁 為了保持它的原味更香 所以這個切丁的柳橙 我們要最後最後再放下去 大概放下去之後 一分鐘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好 所以這個時候 還要再燒它一下 再燒這個 大概再有兩分鐘就可以好了 好 老師 我們大概燒個兩三分鐘就熟了 對 這個時候 我們拿筷子可以戳一下 如果戳得動 就表示它已經熟了 好 如果肉還是生的 它就比較戳不下去 不過這個因為去骨了 所以它會熟得比較快 對 你擦個幾個地方看一看 都能夠沒有阻礙的下去 就OK了 這時候我們最後把這個柳橙塊 柳橙粒放下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我們安晴老師的這個橙汁雞排 很好吃 這個橙汁有點微甜 然後這個甜甜鹹鹹 真的很好吃 而且這個曾醫師好像接著下來 實際上10月份是復健科的旺季 因為聽說百貨公司的週年慶 有一大堆跪節會早上門 對 今天好像是來廣告的一樣 今天我們講的是 這個穿鞋子的大學問 所以我們來延伸一下 這個整個穿鞋子的傷害 如果你的疼痛 你的痠痛 發現在這個腳 小腿 一點都不稀奇 事實上這些像酒站 或是說常常要走路的 這個職業的 比方說貴姊 或是說一些美髮工作業者 他們常來找我們的都是腰痛 最常見的就是腰痛 那腰痛的時候 你當然要先排除一些 真的是屬於腰的疾病 比方說一些退化 一些椎肩膀突出 或是一些其他的問題 但是這中間 其實大概有三四成的病人 就是我們今天談到的這個主題 但事實上是逐步的 這個結構的問題 剛剛我也有講過 這一路會往上 會造成我們的膝蓋的內旋 造成我們的大腿的內旋 造成我們的骨盆的前傾 所以我今天要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是怎麼產生的 這個在我們醫學上 事實上是有它的根據的 這個叫做交叉症候群 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講 就是像啤酒肚的人 今天啤酒肚的人 他是把肚子挺出來 所以他肚上事實上是比較軟弱 肌肉無力的 那他的對側 就是在屁股的地方 也會相對的是軟弱的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個 Wick就是軟弱 所以肚子跟屁股是軟的 那什麼地方會硬呢 就是你腰部的 你的相反邊 我們肚子的相反邊 就是我們的背 所以會造成你的背脊 我們在醫學上叫做這個 過度的這個 這個Lodosis 腰部的角度過度的增加 那這個你想想看 東西如果一個膝型 如果過度增加 他中間的軟組織 事實上會擠在一起 事實上是過度非常的緊 那他的對側 他的斜對側 就是我們大腿的前側 所以大腿的前側 他的肌肉也會很緊繃 所以這一類的病人 他今天來就像我剛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他腰部會疼痛來找我們 所以你就給他檢查一下 腰部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看看他的腳 原來你的腳 問題出來你的腳上 所以問題在腳 可是痛點在腰 而且很多人腰痠背痛 一輩子都醫不好 都不知道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是 所以這個很重要 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問一下魏醫師 這年頭還有很多人瘋路跑 那有一些人拼什麼半馬 拳馬 跑老半天 這個腳如果沒有顧好的話 各種毛病也可能跑出來 對 這邊就是提醒大家 所謂的退化性關節 尤其是在我們的膝蓋 因為我們人是一個直立的動物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任何的運動 它是站著的 其實我們膝蓋的負擔 都有一定的比例程度 那所謂的退化性 它關鍵就會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當然隨著我們年紀的增長 它的退化一定是會慢慢的增加 那第二個就是使用 你過度去使用它 或不當的使用它 它也會增加它的耗損 我這邊就提到一個40歲的那個 他是一個企業家 那身體是 身材是有一點點肥胖 其實我們肥胖是很多 心血感疾病的危險因子 他在40幾歲的時候就中風 可是他當時因為處理的快速 所以他後來可以恢復到 像正常人一樣的生活 那從此以後 他開始注重自己的健康 包含飲食和運動 那他其實很喜歡夜跑 因為在晚上跑步的時候 他可以去放空放鬆 然後去思考一些東西 但是他忽略一點 就是他認為我就是慢慢的跑步 所以他沒有 他幾乎不太做什麼暖身的運動 所以其實長期下來 他開始右邊的膝蓋出現了問題 直到有一天早上 他一起床的時候發現 他的右邊的膝蓋不太能夠動 除了發炎疼痛以外 他覺得不太能夠動 然後他當時正要起床的時候 肌肉也不太能夠使力 結果他就整個跪到地上去 上來急診室才發現 他整個關節已經是 不只是退化 而且發炎的是滿厲害的 他後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之後 還是去換了關節 所以這裡有一個關鍵 他才40歲 對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不好意思 換一個關節可以撐幾年 大概平均10到15年 那你剛講他才40歲 10到15年 意思是說55歲再換一次嗎 是啊 那70歲再換一次嗎 那沒完沒了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退化性關節 第一個就是年紀已經往前面提了 就是關於你的不斷的使用 或者是你沒有做好暖身 沒有去保養他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我們外部有調查 我們其實60歲以上的男性 大概有六七成 會有退化性關節 就是膝關節 你會被退化性關節索擾這樣子 可是我們女性 其實一樣是60歲 可是6個裡面就會有5個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當然女生和男生 在先天上構造不太一樣 像女性荷爾蒙 還有我們的肌肉脂肪的比例 造成膝蓋承受支撐力 其實比男生更不足 那還有一點有趣的是 我們男生和女生 還有一個最大的差異 就是我們女生上廁所 他其實平均一天 會比男生多蹲或坐 這個姿勢使用膝蓋的頻率會高 所以整個姿勢是傷膝蓋的 對 沒錯 所以其實造成說 我們女性會比男性 來發生退化性關節的比例 高了一些 好 那節目最後 陳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鈴 因為今天我們談了很多 其實相信很多人 都有一些足底肌膜炎 或是有拽到腳 扭到腳的經驗 大概三個重大步驟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 自己腳的形狀 我們剛剛其實有很多的檢測 就是看你是扁平足 你是高足弓 還是你是正常的足弓 利用這些方式 先選擇一個對的鞋子 還有對的一些走路方式 第二個 假設你今天的腳 已經在發炎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休息 第二個口訣叫先冰後熱 就是剛剛其實陳醫師有提到 在我們發炎的時候 你先用冰敷的方式 去鎮定他發炎的地方 如果這時候你反做熱敷 反而會讓你發的地方 腫得更大 所以先讓他冰敷鎮定之後 幾天後已經不再熱 不再紅的時候 改成熱敷 因為熱敷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會幫助你本來扭傷的這些組織 可以比較快的達到修復的作用 好 謝謝醫生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Marchi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我們的螢幕左下角 在節目播出的時候 還有一個QR Code 這個QR Code 歡迎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 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LINE的官方節目帳號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Bye Bye 謝謝 謝謝 謝謝